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21课 这就是Lesson 21 William S. Hart and the Early Western Film 威廉·埃斯哈特和早期的七部片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打开书 一百二十一 跟老师读一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好 动作快些 一百二十一 Now read after me Supreme Supreme Protagonist Protagonist Outlaw Outlaw Framed Framed Vicious Vicious Mythology Mythology Vanished Vanished Absur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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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na Arena Encroaching Encroaching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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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wilder Bewilder Ailien Ailien Ta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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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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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declared And declared And declared Hypocrisy Hypocrisy Chica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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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ending Impending Immolation Immolatio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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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书声词段也比较多 其中重点词呢也不少 像网上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重点词 第一个就是这个至高无上的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Supreme Supreme 至高无上的 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看看英文解释 它表示 Having the highest position of power Importance or influence 就是在什么权力啊 重要性啊 或者影响方面最大的 至高无上的 权力啊 重要性和影响方面 排在第一位的 至高无上的 最大的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The Supreme Commander 叫做最高指挥官 这在权力方面 最高 同样 The Supreme Court 叫做最高法院 就高法 咱们中国呢 有中国特色 要加一个人民的 叫最高人民法院 叫做Supreme People's Court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权力 地位 重要性最高的 那中级人民法院呢 一般把Supreme 换成Intermediate 就是中等的 中级的 但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就是中级人民法院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就是中级的 还有呢 有个固定搭配 叫做Supreme Being 就是指耶稣基督上帝 Being可以表示 存在着活着的人 人叫Human Being 至高无上的存在 就是上帝了 指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 这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有一些重要搭配 咱们顺便可以记住 比如说 Rain Supreme 构成 动词短语 表示最为重要 在某个方面 某人或某事情 最为重要 就Rain Supreme 固定的动词短语 咱们可以顺便记住 比方说 As a wine producer France still reigns supreme 作为一个 葡萄酒的制造商 法国依然是地位最重要 它是最重要的 就相当 Be most important 这个含义 再比如说 Love reigns supreme In her heart 在这女孩的心中 爱情最重要 至高无上 有这么一个动词短语 顺便可以记住 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至关重要 至高无上 这个名词 这个状态叫 我们大声读一下 Supremacy Supremacy 本身就表示 至高无上 或表示最高地位 最高权力 这个意思 我们看看例子 比如说 Military supremacy 叫军事霸权 在军事方面 地位最高 就军事霸权了 同样的 Military supremacy 翻译成大男子主义 认为男性 雄性 好像地位最高 至高无上 大男子主义 那么大男子主义者的 我们就大男子主义者 这个人 我们用Military supremacist 这后面把Y 别去掉 变成IST就好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Military supremacist 大男子主义者 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第一个词 至高无上的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再看一看 这个主角 电影中的主角 主人公 我们大声读一下 Protectnist Protectnist 用这个词 表示主角 比较正式了 庄重的一个正式的用语 那么我们看到 生活中 还有些更加通俗的表达 比如这个表达野行 也是主角 大声里面 Leading role Leading part 也是领先主缘的主角 这个role 和part都可以表示角色的意思 对吧 那分男女呢 男主角 女主角 可以这么来说 大声一遍 Leading man Leading lady 男主角 和女主角 对吧 同样的 我们还有配角 我们大声读一遍 Supporting role Supporting role 配一句 您是红花 我是绿叶 来衬托你的 还有一个叫群众演员 或者跑龙套的 我们大声来一遍 Extra Extra 这个名词 是表示群众演员 跑龙套的 还有一些跟演员相关的 比如这是特技演员 分男和女的两种 对吧 我们先读一下 特技男演员 Stantman Stantman 特技女演员 Stantwoman Stantwoman 这个Stant 本来就表示特技 什么令人非常惊叹 那些特技表演 指这个意思 这是特技演员 还有我们说 喜剧演员丑角 还有专指喜剧女演员 这个是部分男女的 先读第一个 喜剧演员丑角 Chammedian Chammedian 这部分男女了 专指喜剧女演员 大声里面 Chammedian Chammedian 这喜剧女演员 还有悲剧演员 以及专指悲剧女演员 大声里面 Tradian Tradian 注意这个部分男女 还有悲剧女演员 Tradian Tradian 这是分男和女 这是悲剧女演员 这演员相关的词 咱们尝试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看在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遭到陷害的 被陷害的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Framed Framed 遭到陷害的 被陷害的 它来自于 名词frame 表示框子 窗框 眼镜框 什么画的框 那么做动词来用 就可以表示框害 陷害某人 这很好记 给他弄了一个框子 把他圈竹出不去了 陷害他 我们做动词的 本身含义是 装画框 To frame a picture 给一幅画装表 装上画框 这本身的含义 派生意就表示陷害了 把一个人外边装个框 跑不了了 不是陷害他吗 我们经常说 That's not my signature I'll be framed 那不是我的签名 我被别人陷害了 I'll be framed 这个搭配 当他尝试 都可以把它记一记 把它背起来 那就被陷害了 有一部美剧 叫《越狱》 里边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你看 好像就是这么说的 咱们看看这片段 是怎么说的 把这片段 咱们看一看 看他怎么说 咱们先看看这个文字物 他说 My name is Michael Schofield My brother is facing The electric chair Framed for a crime He didn't commit 他说我的名字呢 叫Michael Schofield 这是男主公的名字 他说我的哥哥呢 现在面临电影呢 就是死刑了 要判死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陷害 因为这么一个罪 什么罪呢 He didn't commit 定于从居修饰 他并没有犯的这么个罪 他是被别人陷害了 Framed 表示被陷害的 可以在这种事来说 我们把这片段听一遍 My name is Michael Schofield My brother is facing The electric chair Framed for a crime He didn't commit 是这么那个 那么陷害还有更多的表达 比如set up somebody 也可以表示 去陷害 旷害某人 跟他搭配是类似的 也是用人做兵语 用被动 也比较常见 你比如说 He wasn't guilty of the fraud He'd been set up by his business rivals 他并没有犯这个诈骗罪 他是被他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陷害了 Be set up 怎么来说 Rival就是competitor 竞争者的意思 Fraud 诈骗 经济上的罪 诈骗 这个set up 在生活中用的也特别多 你看我们还是看一个 还是越狱中的片段 这个经常出现被陷害 这个哥哥对弟弟说 I didn't kill that man Michael 他弟弟说 The evidence says you did 但证据说 你确实杀了这个人了 他哥哥说 I was set up I was set up 他说我是被陷害了 我们还是把这个 大概听一遍 看是不是这么说的 好 I didn't kill that man The evidence says you did I was set up I was set up 也行 还有一个陷害 叫plant something on somebody 这大屁股就复杂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一个非法的 或者是什么走私的东西 放到了某人身上 放到他包里边 用这个方式来陷害 注意plant 我们先跟这个 非法的这个东西 或走私的东西 或一个血裤 或者有杀人犯指纹的 一把枪的 放到了这个人身上 或者放到包里 口袋里边 这叫plant something on somebody 这是这么来说 那你看我们 倾心地说 这并不是我的东西 It was planted on me It was planted on me 这是别人陷害 放到我身上的 注意plant 并于是something 在美国人把 up and add a plant 怎么来说 咱们也是看一看 还是在走美 在这个 越狱 这个美剧中的片段 你看呢 他是这么说 现在一开始 哥哥对律师说了 I never touched those pants 我从来没有碰过那些裤子 那么这律师说了 which brings us back to the gun 那么这话题 带回到刚才那把枪吧 不说裤子了 The one you said you dumped 你说你扔掉的那条裤子 就是dump 做动词扔掉的意思 哥哥说了 It was planted 这是别人栽赃陷害给我的 我没有去碰这个裤子 It's the only way it could have got there 这只有唯一的方式 就是只用弄这方式 能解释为什么裤子在那个地方 别人放到那儿的 并不是我穿着裤子去杀人的 但是这个律师不信 Ballistics matched to a slug Ballistics是弹道 就是这个手枪的弹道 弹道与子弹箱们和slug 是鲤语就是bullet 子弹的意思 与子弹的弹道与子弹相笨合 第二个 他各个听不下去的 Gun was planted It was planted Just like the pants 这个gun 这个枪 也是别人 栽赃陷害我的 它是栽赃陷害我的 就像那个裤子一样 你看这个 Plant 确实有这么一个害义 我们也把这个片段看一看 看看究竟是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是被陷害的 好 这几个陷害的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下面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可数不可数 很讨厌的一个生词 就是神话 跟老师大声先读起来 Mythology Mythology 叫做神话 它表示神话的时候 跟另外一个区分开 这个也是神话 但Mythology 一般表示神话这种题材 它一般做不可数名词 而Myth 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表示一则两则的神话故事 我们先分别读一下 Mythology Myth Teach 土说到 这圣代不震动 Mythology Myth 都是土说到 再来 Mythology Myth 希腊神话 咱们既可以用 Greek Myth 后面加S 也可以用Greek Mythology 都行 但是注意 一个可数的 一个不可数的 这是神话故事 这个可数不可数的变化 非常非常讨厌 咱们多看几个 我们在以前曾经说过的 可数不可数的变化 比如就是诗歌 Poem 是可数的 Along Poem 一首长诗 但Poetry 表示诗歌不可数了 咱们分别读一下 先读可数的 Poem 再读这题材不可数 Poetry 对吧 还有呢 你像 Novel 小说可数的 但小说是题材 Fiction 不可数 那分别读一下 Novel Fiction 当然英国人 都是Novel 在美式翻译 这个O变成A 这个音变少见 都是Novel 但Fiction 不可数 I like poetry while he likes Fiction 我喜欢诗歌 而他喜欢小说 这都不可数名词 还有呢 像 Cene 风景景色 可数 但Cenery 不可数了 咱们读一遍 Cene Cenery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 用这个词可以说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s in China 用这个呢 There i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in China 就好了 对吧 再比如说 Jewel 珠宝可数 但Jewel 不可数 前面是英诗品写 括号里更简单 是美式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 Jewel Jewelry The woman has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s 但说成这个呢 The woman has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ry 不可数名词 还有Machine 机器可数 但这个机器 Machinery 不可数名词 这都是 加Ry之后 有这么个小的变化 再比如说 桌子椅子都可数 但Furniture 家具不可数 这是中学知识了 对吧 再比如说Pen Pencil 钢笔铅笔可数 但Stationary 文具不可数了 这个词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Stationary Stationary 文具不能说 Two stationaries 两个文具 这文具不能数的 那么 同样的箱子 Trank Suitcase 这箱子可数 但行李不可数 多讨厌呢 中国可以说 带了几个行李 但英语中不能说 这个How many Luggages 他不能这么说 我们大声来一遍 Luggage Baggage 行李不可数 李老师过 有一次呢 我们去美国那边访问 因为天天坐飞机嘛 每天要安检 要把箱子放在传送带上去 有一次里边就有人问我了 带了几个行李啊 How many packages do you have with you 我一听着错了 不可数名词 这老师对着很敏感 一抬头一看 果然不是一个美国人 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 有中国常犯的错误啊 该怎么问呢 How many suitcases do you have with you 你带了几个箱子 尽管理论上可以说 How many pieces of luggage How many pieces of baggage 但美国人一般不怎么用 他们用去问箱子就好了 还有一些树叶子 leaf可数 但folage不可数名词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树叶子 folage 这是复习 咱们可数不可数的一些特殊的变化 这个词给老师 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消失了的 也已经没有了的 这个词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自己跟字字母V出现 又得上压 出一下唇 这个动作 大声了没 vanished 消失了的 没了的 当然动词形式 就是消失不见 咱们在20课刚刚见过 再来一遍 vanished 就玛雅文明 为什么从地球消失 咱们讲过这个 那么我们再看看固定搭配 咱们第一课说过 disappear或者vanish without trace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还记得吗 在第一课 这个发现化石论里边 我们曾经见过这个结构 这是强调的消失没影 但还有一个叫 逐渐的慢慢消失 慢慢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最后慢慢消失 我们用这个搭配 大声那边 fade 或者用这短语 fade away 叫逐渐消失 慢慢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慢慢没了 as the years passed the memories faded away 随着多年过去了 这个记忆慢慢淡忘了 逐渐在大脑里消失不见了 消失在记忆大脑的黑暗的角落里 慢慢没有了 as the music faded away the audience broke into enthusiastic applause 随着音乐声渐渐的消失 观众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但这个观众们 audience得用单数 这个audience是一个剧场 一个剧场数的 一个剧场是一群audience得用单数 但这部电影的观众 the movies audiences 都可以用复数 很多电影院 注意好多 单复数变化特别讨厌 这个fade away表示 逐渐的慢慢的消失 逐渐的慢慢没了 这个词我们跟这个vanish 他一般抢到突然间消失 可以做个变戏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咱们再钻研一下 这个竞技场 来去古罗马的这个竞技场 它其实是竞技场中心的那个舞台 我们读一下 Arena Arena 就是他们斗兽啊 决斗啊 这个舞台 尤其中间那个圆圆 这个大圆形的舞台 咱们看一个图就明白了 Arena什么意思呢 It stems from ancient Rome referring to the center of an amphitheater 指圆形大剧场中心这个舞台 我们看下面的图片 就圆形大剧场的一部分 旁边是一排一排一排越来越高的 是观众们可以坐在这来看 中间这个圆圆的舞台 就是什么说 Arena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stem from是起源于 起源于古罗马 是指圆形竞技场中心的这个舞台 我们再读一下圆形大剧场 这个是 Amphitheater Amphitheater 所以呢 这个 其实指竞技场中心这个舞台 那么在当代英语中 一般多做派生意 一般表示活动啊 或者竞争的这个场所 因为它本身是舞台的意思嘛 活动或竞争的这个场所 你看我们看例子 Women are entering the political arena in large numbers 妇女正在大批大批的进入 政界 政坛 或者直接翻着政治舞台 就好了 对吧 这个政治家 这个角逐的这个地方 政界 政坛 政治舞台 可以这么说 叫Arena Political Arena 政界 你看我们造个句子 成功的主办奥运会 将极大的提高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国际舞台就可以用的 International Arena 国家之间竞争的这个地方 形象可以用Image 成功的Successfully hosting主办 The Olympic Games 怎么样呢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China's im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好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句话 你看 Successfully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China's image 中国的形象 Image 就是人心目中的形象 在哪里呢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这是Arena 可以这么来用 这个把它这个特殊的含义 和用法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咱们再看一个 渐渐渗入的 慢慢渗透进来的 跟老师还是大声先读起来 Encroaching Encroaching 慢慢渗入的 渐渐渗入进来的 叫Encroaching 它来自于动词 Encroach 后面一般跟On或者On Pon搭配 叫慢慢地侵占 侵犯或蚕食 逐渐地慢慢地侵占 侵犯或者蚕食 一般多根 借此On或Pon搭配 我们大声读起来 Encroach Encroach 我们看看怎么用 Housing developments continue to encroach on wildlife habitats 说房地产的发展 继续在侵占着野生动物 它们的栖息地 Encroach 我们叫On habitat 栖息地的意思 叫逐渐地慢慢地侵略 侵占或者蚕食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个句子吧 造一个句子 中国政府和人民 绝不会接受任何 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侵犯侵占 就慢慢地 偷走一个岛 偷走一个岛 慢慢慢慢侵占蚕食 用Encroach on 或者Upon 比较正式 都可以 那么主权 我们读一下这次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行为行径 可以用Act 这么一个 咱们看怎么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怎么样呢 Can never accept any act 什么呢 加定义从具 That encroaches upon China's sovereignty 好 咱们看看这个句子回顾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政府 And people和人民 绝不会接受任何行径 什么行径呢 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 Encroach 用Upon 比On 来得更加正式一些 这是侵占 侵犯 逐渐地慢慢地侵占 那么跟它类似的 有好多好多 再比如说 只慢慢地侵占 侵犯 也可以用 Infrange 后面叫On 有类似的用法 搭配也一样 也是加计算On 顺便可以记住 我们大声度下 Infrange Infrange 这个也可以当作 常见搭配 不得记住 你比如说 Don't infringe on his privacy 不要侵占 或者侵犯 他的隐私 Privacy 也能读成 Privacy 在美国读On 在英国读 更多一些 都可以 不要侵犯 他的隐私 对 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 就非法进入 别人家的领地 或地盘 这个在前面见过 不知道大家 还有没有印象 就Trespass 后面叫On 就非法进入 别人家的土地 领地 或地盘 我们再读一下 Trespass Trespass 后面也是跟 这次On 搭配 你比如说 Hunters used to Trespass on his fields 以前那些猎人 常常会侵入到 他家的田地 里面来打猎 Trespass on 就是 没经允许 进入别人家的 领地 或地盘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句话 Trespassers Will be prosecuted Prossecute 起诉 非法进入者 必将被起诉 就我们说牌子上 Warning sign 常有这句话 贤人免禁 为者必咎 Trespasser 就是非法进入者 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但是大家记录 有一个急误东西 就是Invade 这个侵占侵略 是急误的 不加必语 直接侵占侵入侵犯 比如说 The Romans invaded Britain 2000 years ago 诺曼人在2000年前 侵略了英国 著名的诺曼政府 法国诺曼人 2000年前 侵入了 入侵了英格兰 我们可以做比喻 The infected cells can invade healthy tissue Tissue这么说了 动植物的组织 也可以表示 擦脸的面筋质 也行 那么受到感染的细胞 可能会侵入到 健康的组织 慢慢慢慢 他们伤口就溃烂了 这是侵入侵略 注意Invade 这是急误动死 把这个词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就好了 这个词看到这里 下面有点小复习 就是印度人 又能指印第安人的 我们大声读一遍 Indian Indian 这是多译词 即表示印度人 也可以专门指美国的印第安人 为什么用同一个词呢 这是当时著名的 Christopher Columbus 哥伦布这个人 当时1492年 土耳其帝国把丝绸之路切断了 当时欧洲迫切需要 东方中国的丝绸 香料 茶叶 路程过不去了 就派了上百个 像哥伦布一样的人 四遍八方随机发传 看谁能够到亚洲去 哥伦布不走寻常路 他坚信地球是圆的 他说你们从那边走到亚洲 我从这边走照样到亚洲 还不定谁先到的 结果撞到新大陆 有趣的事 到他临死以前 他都以为到的是亚洲 当地人刚好黄皮肤 从白岭海峡过去那边 他们一看 这不到了印度了吗 当地人这就Indian 滚蛋的就叫Indian 当地土人傻了吧唧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 我们就是Indian 所以造成Indian有歧义 第一意思 他表示印度人 就是someone from India 印度人 印度出美女的地方 印度人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指Native America 就是美洲的土著 印度人 都用同一个词 都叫Indian 那么说了 这个Indian这个词 现在我们一般 不直称 这个印度人 叫这个词了 因为这个一般 有一些 不尊重的意思 我们一般还是Native American 比较尊重一些 因为Indian一般强调 插着鸡毛 比较落后的愚昧的 印度人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称谓要注意了 你像我们以前 从今总结过的 美国黑人 不能叫negro 一般也尽量少用black 这个词 我们用African American Afro-American都行 第一个搭配更新一点 就像我们管印度人 叫Native American 而不叫印度人一样 再类似的像 Eskimo 埃斯基摩人 咱们一般不用这个词 对一般 而用这个词强调 比较落后愚昧的那些人 现在我们比较尊重 称为叫Innute人 叫Innute Innute 我们分别读一下这个词 Eskimo Innute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搭配 对吧 这个我们在第八课 讲过这个维婉语 你像东亚人 Oriental 这个词指中日 含东亚人 但略微有点轻蔑的语气 我们指亚洲人 还说Asian这个词好一些 或者直呼国籍 Chinese Korean Japanese 这个比较尊重 中国人 韩国人 日本人 或者如果入旗就好办了 比如亚裔美国人 Asian American 华裔美国人 Chinese American 韩裔美国人 Korean American 日裔美国 Japanese American 都行 这入旗之后的 美国公民了 用这个称为 比较尊重一些 这个有就知的复习 这个单词 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 再看一看动词 叫时某人不知所措 使迷惑不解 注意发音 不要读Be Wilder 大声了没 Be Wilder Be Wilder 使某人不知所措 使迷惑不解 他强调同时出现大量的东西 眼花缭乱 不知所措 不知看哪一个 不知选哪一个了 比如说 Big City Traffic Be Wilder The Country Girl 大城市的车水马龙 使这个乡下女孩子 不知所措 眼花缭乱了 使不知所措 用Be Wilder 这个词汇 跟他类似替换的 可以用Confuse 这个词也强调 由于出现众多的 事物和选择 使某人迷惑不解了 你想 They confused me with their conflicting advice 他们之间的 互相矛盾的建议 让我困惑了 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这Confuse 跟Be Wilder 有类似的 亿曲同工之妙 这同时出现 众多的一些选择 使某人迷惑不解了 还有另某人迷惑 有更多词 这三个特别类似 他强调本身错综复杂 因为本复杂 令某人很伤脑筋 令他迷惑 他不是强调事物多 而是本身复杂 错综复杂 我们大声读一下 Puzzle Perplex Baffle 都是急误动词 再来一遍 Puzzle Perplex Baffle 都行 比如说 The murder case Still puzzled 或Still perplexed Or Still baffled the police 这个谋杀案 依然使警方觉得很困惑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案情错综复杂 令某人迷惑不解困惑 可以用它 这个几个都是急误动词 那么他们既然是急误动词 都有过去分词和形容词 过去分词和现代分词 两个形容词形式 你像这bewilded就不例外 bewilded 过去分词当形容词 强调人的主观感受 就迷惑不解的 那么bewilded 现在分词当形容词 强调事物的性质 令人迷惑不解的 咱们做个小辩析 比如说 bewildering variety of choices 那么令人迷惑不解的 众多的选择 这是令人迷惑不解的用 如果是人的感受 用bewilded就好了 我们也同时看看 在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38课 最早的日历里面出现的大肥 新概念三册第38课 Film, videos, cities and city rooms are just some of the bewildering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ey will have 什么电影啊 录像啊 光盘啊 光区啊 只不过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 众多信息中的 一部分而已嘛 他们能够拥有的 大量的信息中的一部分 令人目不暇接的 眼花缭乱的 bewildering事物的属性 用这个是对的 咱们看看 在当年到六级的单选题 Many tourists were什么 by the city's complicated traffic system 很多游客 被这个城市 错综复杂的交通系统 交通体系搞的什么呢 既然错综复杂的 就搞得晕头转向 我们也很迷惑的 degraded表示 使降级 使恶化 这不同顺 evoke 激起某种感情 不同顺 divert表示拐弯了 转变方向或用途了 当然不同顺了 只能选be bewilded表示迷惑不解了 因为这个东西 被搞得迷惑不解 晕头转向的 degrade 降级或恶化 evoke 激起感情 divert表示 拐弯或转变某种目的或用途 就是这个意思的 那再比如说 我们看一道考研的阅读真题 看看这个怎么说 他说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raffic regulation schemes are devised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交通规则的一些方案被设计出来了 scheme既可以表示阴谋轨迹 也能表示计划方案 这是方案的意思 怎么样呢 the poor bewildered driver 这些一个很可怜的 晕头转向的司机 那么这driver前面加定司 他不一定是特尺的 他可能是类齿 一类司机 怎么样呢 就觉得自己 那被迫必须到处的拐弯 diver可以说拐弯的 并且怎么样 被迫进入了一个单程的系统 很多都是单行线 那么这怎么样 这种单行系统造成的这个延误 甚至比呢 他们本来应该去避免的这个交通 这个交通堵塞造成更多的延误 就说明现在这交通 体系太复杂了 总是担心到经常绕远 现在都不堵车了 但现在造成的耽搁更多了 be bewildered叫晕头转向的 像北京很多 像什么建国门桥 司机开灯上去以后 就觉得晕头转向 就这个意思 其他那几个什么 perplexed baffle 什么puzzle 也有类似用法 那么现在分词 过去分词 都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I was constantly ill with a baffling array of symptoms 我一直总是在得病 有一种令人 头疼目不暇接的 这种令人困惑不解的 大量的不同的症状 baffling 令人迷惑的 这是这么来用 好 这个是迷惑 相关词汇 我们就看到这 这个词 看到这里 好 下一个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陌生的 格格不入的 或者外国的 外星的 好多意思的 这么一个词 单词个儿越小 往往意思越多 大声读一下 Alien Alien 那么它本身可以表示陌生的 或者派生意表示 对什么来说 格格不入的 比如说 In a world that has suddenly become alien and dangerous He was her only security 在这么一个世界 突然间变得陌生 而又很危险的世界里边 这个男人 是这个女孩子 唯一的安全保障的 Alien叫陌生的 陌生 就看起来非常陌生的 有贬义丝的味道 令人很不愉快的 那么与什么什么格格不入的 也用这个词 而且经常在后面加切词to 所以固定搭配可以记住 The idea is alien to a religion 这种想法 对我们的宗教来说 是这种观念 是格格不入的 与我们宗教不相容 Be alien to 叫与什么什么不相容 格格不入 有这个意思 那么当然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 外国的 或者外星球的 等等 这是都可以 多一词 这个Be alien to 再看一个例子吧 Luxury is alien to her nature 奢侈绝对不是它的本性 这个女孩子本性不是一个奢侈的人 那就好了 外星的 外国的 也看几个例子 Alien cultures 外国文化 Alien beings from another planet 从另外一个行星来的 外星人 Alien beings 人类不是 这个human beings 就好了 好 这是Alien这个词 它对相关的含义 跟它类似的还有 你像Foreign 这个词 也是外国的 派生意 也可以表示 与什么什么格格不入的 很陌生的 就Foreign 这个词 很类似 你看 Jealousy is foreign to his nature 跟那个Alien用法是一样的 嫉妒 绝对不是它的本性 这个男人 是个非常有海量 有涵养的 这么一个人 对吧 同样 还有一个外国的 这个词 有不好意思的味道 它强调 新奇的 漂亮的 好看的 读一下 Exotic Exotic 这是新奇漂亮 好看的 不好意思 像Exotic Tropical Plants 那些来自异国的 热带植物 高大 雄壮 美丽 鲜艳 不好意思 再比如说 I am charmed by her exotic beauty 我被它异国情调的美 给迷住了金发碧眼 真好看 Exotic 如果用Alien beauty 那好像从外形上 两个脑袋 对吧 这个Exotic 有不好意思的味道 来自异国的 很好看 很鲜艳的 那还有一个 来自外在的 外部的 不相关的 尽管不是外国的 但跟这个类似 外在的 外部的 与什么什么 不相关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xtrinsic Extrinsic 来自外部的 外在的 或与什么什么 不相关的 与什么不相关的 我们可以加 JS2 比如说 They are looking for Extrinsic aid 他们正在寻求 外援 外部的帮助 我们再看后面加2 The question is Extrinsic to our discussion 这个问题 与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 根本就不相关 Be extrinsic 叫后面加7次2 这个外部的 反语词就是 内部的 内在的 固有的 内部的 内在的 或固有的 大声读下来 Intrinsic Intrinsic 内在的 你像 A combination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factors 一个内部因素 和外部因素的结合 Combination 结合组合 内部和外部因素结合 Intrinsic叫来自内部的 内在的 或固有的 好 这几个重点词 放在一块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这个词看到这里 下面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剥夺某人的继承权 哎呀 这是复习了 咱们以前见过 先大声读下来 Disinherit Disinherit 剥夺了某人的继承权 有这么一个意思 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词搭配 直接用人可以做宾语了 Disinherit Somebody 或者某人当主义的话 可以用被动 对吧 He was disinherited He has I'm sorry He has disinherited His eldest son 他剥夺了 他长子的继承权 直接说 剥夺了某人的继承权 我们用人作比喻 如果他长子 被剥夺了继承权 His eldest son was disinherit 就好了 用被动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继承了 某人的某笔财产 咱们讲过 反义词 我们大声度下 inherit 但是这个宾语是东西 这个财产 From somebody 从某人那儿 继承了一笔财产 他从爷爷那儿 继承了一大笔钱 He inherited a fortune From his grandfather 就好了 这是从某人的继承 这个财产 可以这么说 我们就看看 这个句子吧 He inherited a fortune From his grandfather 从爷爷那里 继承了一大笔钱 这跟剥夺继承权 同时记住 但剥夺继承权 并于是人 还有呢 剥夺财产 这叫dispossess somebody of something 剥夺了某人的财物 无论是动产 不动产 都可以 我们大声度一下 dispossess possess是拥有 dispossess 是拥有的东西 削散开 没了 剥夺财产 剥夺财物 The nobles were dispossessed of their estates 这些贵族们 被剥夺了 他们的地产庄园 那么dispossess somebody of something 剥夺某人的财产 还有剥夺权力 deprive somebody of something 这在我们第十一课 如何变老讲过 这是复习了 对吧 比如说 some criminals are deprived political rights 有些罪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这剥夺某种权利 跟它类似的还有 可以替换成 strip somebody of something 剥夺某某某某某东西 strip是脱衣服的意思 对吧 还有像divest 或者都能divest somebody of something 跟它类似 也可以是剥夺某人的 特别是某种权利 invest是投入 devest或者都能divest 剥夺 这几个搭配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 这个单词我们看到这 下面再看一看这个抽象的名词 虚伪或者伪善 相关的词把它记住就好了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hypocracy hypocracy 不可署名词 虚伪或者伪善 我们看例子 he condemned the hypocrisy of those politicians who do one thing and say another condemned是谴责了 他谴责了那些政客的虚伪 他们做一套 说一套 心口不一 这个感觉就是hypocracy 虚伪 伪善 他的反译词就是真诚 大声读起来 sincerity 完美反译词 叫真诚 那么他的形容词形式 伪善的和真诚的 我们把词性变化记住就好了 那大叔注意中音哦 大声来起来 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hypocritical hypocritical 读成hypocritical 但名词是hypocracy 注意中音 读熟了 形容条件反识就好了 这个词大家都认识 大声里面 sincere 真诚的 真挚的 真心的 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名词形式 就可数名词伪君子 伪善的人 我们大声来一遍 hypocrit hypocrit 你看伪君子叫hypocrit 虚伪的叫hypocritical 伪善 这个行为叫hypocracy 这一组词 把它去分开 那么我们看例子 the newspapers branded him as a hypocrite 这些报纸给他打上了伪君子 这个烙印 把它称为叫伪君子 brand 叫做给某人打上烙印 就指示他是什么 后面跟s搭配 有没有这s都算对 这些 这个报纸指示 他是个伪君子 注意这是可数名词 前面可以叫 但hypocritical 是个不可数名词 不得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这个书重点词确实很多 一个形容词叫 迫在眉斜的 即将发生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impending 而这个词有贬义词味道 一番多指令人不愉快的事 马上就要发生了 他有一个同一词叫imminent 也是即将发生的 渐渐迫近的 好像恶魔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我们把后面的词词读一下 imminent imminent impending跟imminent 经常指一些倒霉的事 你比如说 an impending或者an imminent danger 渐渐迫近的危险 或者disaster 渐渐迫近的大灾难 或者就是threat的威胁 或者femin大饥荒 马上就要发生了 这是注意贬义词 一番用它 我们再读一遍 impending imminent 直接把它记住 那么如果是中性词 没有褒义贬义的 即将到来的 那么中性词 好坏都行的 那这表达就更多了 比如说 我们coming 或者upcoming 即将到来 马上就要发生了 或者forcecoming 或approaching 都行 我们分别大声 来读一下 coming upcoming forcecoming approaching 都可以表示 即将到来的 马上就要发生了 你比如说 the coming year 来年 马上就要待了 下一年 来年 再比如说 the upcoming holiday 马上就要到来的假期 就快放假了 再比如说 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即将到来的选举 大选 就要到来了 这个都行 这是中性词 好坏都行的 那么还有一个 表示坏事即将到来 一个动词 渐渐迫近 这个未来 在我们二十二课 马上就会碰到 不妨先看一看 动词叫loom 我们知道 作文名词叫织布机 四级应该背过 作文名词叫可怕的是 渐渐迫近 但注意 这是动词 答上了没 loom loom 一听着声音 loom 音森森的感觉 我们看例子 As the day of my interview loomed I became increasingly nervous 随着我面试那天 渐渐的临近 我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特别害怕这个事发生 loom 可怕的是渐渐迫近 可以用它注意动词的用法 那么如果表示某个日子快来了呢 春节呀 我的生日啊 这个等等等等 包括中秋节快来了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生日快到了 My birthday is fast approaching 可以这么说 或者是 My birthday is coming soon 快来了 或者是 My birthday is near at hand 就在手边呢 或者是 My birthday is coming up 就快来了 跑过来了 或者说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也是固定搭配 马上就要发生了 我们把这几个搭配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吧 我的生日就快来了 My birthday is fast approaching My birthday is coming soon My birthday is near at hand My birthday is coming up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注意 Just around the corner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固定搭配 在里面 My birthday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好 这表示渐渐发生的 马上就要发生了 渐渐迫近的几个不同词性的 不同用法的 不同场合词汇 放在一块 总结住 我们就会用了 用输了 但一定重点搭配 希望它记下来 把它背下来就好了 这个词看到这 最后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密码编码 或者是法律法规准则 这又是多一词呢 你看单词个儿越小 意思往往越多 我们再读一下 code code 它的意思 本译可以表示密码的意思 你像 a letter in code 一封密码信 这个in表示用什么来写的 用密码写的信 一封英语写的信 a letter in English 就好了 同样的破译密码 decipher 或者更通俗的break crack a code decipher 本身就是破译的意思 我们先读一下第一个词 deci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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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de 就破译密码 或者break 打碎了 打裂了 然后crack 都行 这是密码 它还表示某种编码也行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可能就postcode 在美国也能叫zipcode 就由编 这是编码了 还有我们商品 后面有那个bar code 的条码 扫一扫条码 就是商品价格 什么出产地 保质期 这个信息 那么还可以表示 一套的规章制度 一套法规 像penal code 叫刑法 一套法规 它是说一步 不是这某一条 一套的法规 penal 叫刑事处分的刑法 那么traffic code 就交规 交通规则 同样的code of conduct 行为准则 行为 conduct表示行为 错误于道德方面的行为 还有道德准则 code of ethics ethicate 伦理学 道德 或道德观念 职业道德 这是道德准则 这是我们看到21个 声词短语 重点词特别多 而且里面 好多一些精彩的搭配 希望大家 把它好好复习 劳劳掌握 21个声词短语 跟老师 就看到这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